今天是12月28号 其他的一些同伴呢 他们去换车去了 因为昨天我们在去旧金山澳来的那个时候呢 汽车爆胎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联系了驻车公司 整个旧金山驻车公司里面就一部车都没有 包括小车也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等着 要等着他们换台回来 我们现在11点了吧 现在这个阿尔宾的住宿呢 我们要在11点钟之前退房 现在估计今天的一天行程就大部分就耽误掉了 我们今天的一号公路的行程也会往后拖 前几期视频呢 有的朋友问我的这次旅行是通过什么方式约的办 但我正好趁现在一个空隙时间给大家聊一下 然后有些问题也给大家说一下 正好周围也没什么人 我是通过国内的穷游网上约办的 然后其实其他的五个人 他们也是在我之前约好的 也就是有三个大学生嘛 他们约好了一起 然后跟另外一对夫子 他们约到一起五个人 然后他们就觉得六个人出行呢 会更方便一些 需要一个男生这样呢 租车啊 租树啊 就都会很方便 所以他们就在穷游网上发帖 被我看到了 我就参加了他们的这两个小团队 组成了一个大的自驾游的团队 有人也说像这种 嗯 这种接班旅行有什么 有什么要注意什么 嗯 其实之前啊 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也在网上也很热衷 网上约办 我感觉那个时候 可以在网上结交到很多 嗯 兴趣相投的朋友 因为可能你的生活中 嗯 并没有一个可以跟你喜爱旅游的一些朋友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 嗯 穷游啊 或者是接班的这样一个氛围 嗯 总体来说这次旅行 总体来说还算是好的 但是 就是 嗯 接班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些 嗯 兴趣不相投的 或者是有些人的那个包容心啊 或者是他那个大宝宝的那种心态 这种人碰到的话就会特别的烦心 这次呢 我们出行的时候 嗯 我们那位年长的 比我年龄还长的那位大叔 他的心态就不是特别的好 也不是特别的平和 开车的技术啊 都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那个心态就更不好了 他开车啊 在美国每天都会被人 按喇叭 会被人骂 会被人诉中止 这是天天都会有的 然后开车会击杀 几乎上只要方向盘在他的手上 那他就是一个脱缰的野马 一路狂奔 好吧 嗯 然后高速过弯 随意变道 嗯 包括闯红灯啊 包括闯红灯 因为美国这边的实质路口 交通实质路口这块 没有什么摄像头 并不像国内 每个都有摄像头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 在中国是怎么开车的 嗯 总体来说 网上接班旅游 最怕 也最担心的就是碰到类似这种这种人 因为我不是很推荐 美在美西南旅游去网上接班 因为 嗯 我开了这几天的车 我觉得美国这边开车 总体来说 大家的那个习惯都特别好 好 但是我说一下 美国这边开车的一些 我碰到一些事情 他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 几乎上 特别是晚上 就没有路灯的啊 所以他的路面环境特别差 我开车 我的开的是提心吊胆的 然后他们大家普遍的速度都特别快 他们一般过红利灯 如果是他的一个路权 他是不会踩刹车的 也不会减速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闯红灯 或者是你要随意变道 有可能就会发生撞车和插碰现象 我们美新来旅游 可能大部分都会来 游玩美国的国家公园 美国的国家公园 他的弯道特别多 他的弯道上面 几乎上都是原生态的 他的一些弯道旁边 根本就没有设置一些 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围栏啊 或者是路上的一些路障 如果你要是在驾驶 技术步驶特别好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或者是直接冲下悬崖什么的 类似这种活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对 美西自驾的驾驶人 如果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不是很推荐大家 在网上去接办 组成这样一个自驾游 因为我们出来旅游还是以安全第一为主 不要把自己的一个生命随随便便的交给 交给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对吧 这样也不是特别的安全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次旅游 我碰到了这种奇葩的人 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所以有时候出于旅游和网上接办 并不是很靠谱的一件事情 也都是拼人品吧 对就是这样的 好了 关于美西自驾接办旅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美国开车你小心一点开 不随便便当 不随便的做一些危险操作 我觉得美国开车比中国开车要更安全一些 所以有条件的话就还是自己开车比较好一点 如果您会开车的话 还有最后的三天 其实31号这个团队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上位博士嘛 他们最后可能要返校 会返回他们的英国 所以31号就结束 之后呢我是3号回国 之后的三天 原计划上我是和这队父子是一起度过的 目前来说 我的内心不是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走下去 所以我现在还在网上寻找 在洛杉矶最后三天的一个便宜的住宿 因为一个人住宿的 美国这边的住宿的费用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是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接办旅行最怕碰到这种事情 因为你参加这个团队 你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全身而退 特别是中国人嘛 我觉得还是特别含蓄的 有些事情或者有些意见 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擅长 直接了当的把它表达出来 有时候总碍于面子嘛 特别是我啊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有时候虽然我心里很不舒服 或者是我看不惯 但是一直忍着 但是有时候就会到了一个点 可能忍不住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样子 因为都生在异国嘛 我还是觉得开开心心 按安全全的回国是最好的 好吧 就到这吧 其实旧金山还是挺美的 这里的光线啊 气候啊 还有它的交通 特别喜欢它的交通 它这里有它的一些轻轨啊 晚上我们看完MBA以后12点了 还是有些公共交通的 如果是在洛杉矶 可能什么都没有 你必须要有支架 或者必须要有车 走吧 走吧 我跟Linda说一下 我们要退房了 不然影响别人 去坐威射 啊 来 落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